二代健保上路满一年健保署统计 2013年的补充保费一共收取了331亿元 其中民众的鼓励所得收了72亿元 贡献最大 不过其中有5000万到6000万元的保费收入 来自于月薪低于基本工资的民众 因此健保署考虑调整弱势族群的保费门槛 避免所得不高的民众因为缴交保费加重了负担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